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然后就call他朋友 男朋友说 我肚子有点饿 你可不可以帮我点东西 对 然后后来他们就分手了 这怎么了吗 这不是很贴心 后来因为他等了很久 等不到那个外事 他女朋友就call他男朋友说 有点什么 男朋友就回他说 有点爱你 这平常听起来是蛮窝心的 但是在饿肚子的时候 这就是废话好不好 那谁需要你有点爱我点东西 神经病 对 所以到底是饥饿一组脾气太差 还是这些喂食专用户 用错了方法 欢迎收看今晚开展吧 今天欢迎饥饿一组代表 多多 多多 我这边是专业喂食物代表 对 对 还有艾菲老师 还有艾菲老师 这个牛津字典 每一年都会公布一个新的词汇 比如说其中一个单字叫做 Hangry Hangry 就是hungry加angry 加起来叫hungry 就是 饿到了生气 气活吐 那网友就分享 他教了一个 长相甜美 体贴入围 像我一样能包容所有缺点的女朋友 你确定 我确定 然后在交往一年后就提出了分手 原因是只要这个女生一感到饥饿 就是她胃得不到满足的时候 就会立刻口不择眼情绪管理 能力它极差 就可能一饿肚子就开始骂脏话这样 对 所以 但是每次进食后 他又好像 好像灵魂退嫁一样又恢复正常 所以就要问一下来宾了 饥饿一煮的人肚子饿起来就是难伺候吗 平举牌 很难很难 还好吧 你就不要让他饿肚子就好了 对啊 他们吃饱就好了 吃饱就没事了 这个是不是有点像 比如说男生幸运 高涨的时候 然后没有发泄他就会 是不是 你就想象这个感觉就是像是 你现在幸运高涨 然后我们还要说好 等等 你先陪我去超市买个东西 超市买完了之后就 我想起来我还要去拿一个幸 然后我也干嘛 对啊 相亲罢子 对 就是你是不是会生气 那就跟我们一样 吃不到东西是一样的 人不能够被欲望给控制 能够控制欲望的人 才有机会往上爬 不难控制就是禽兽 对 你们两个最好都没有 心欲高涨的时候 对 我们可以自己处理吗 可以 但是我们网友好像很 也有那种容易 因为肚子而就发火的 我们希杰有帮我们调查了一个 情报站大调查 节目与网路各大社团 合作问卷调查 让所有粉丝观众 都有机会发表你的意见 由情报站特派员希杰 为众多网友发声 说出你们的心底话 我们先透过这个 今晚看车的观众粉丝团 还有厨艺料理爱分享 跟减堂好游 便当常备菜的这个民调 我们去看到这个圆饼图 有高达54.5%的人表示 在肚子饿的时候会怒气满点 而且网友还分享 尤其是在这个工作的时候 如果肚子饿的话 会对同事没有好脸色看 还有人也说 别说这个肚子饿了 光是美食在旁边不让你吃 这个后果可是不堪设想 基本上饿到肚子的话 通常是拍戏的剧组 比较容易遇到这个问题 拍戏的时候都是规定 8点以前有早餐 中午12点有便当 晚餐是6点 宵夜是11点以后 这种制式的规定 对 12点通常就要准时放饭 不准时也没关系 12点半可以容忍 有的时候一点放的时候 我就会很会murr 我就会跟制片长 我说12点你不能准时放 我可以体谅你 12点半也没关系 可是你过12点半 你就跟大家讲一下 不是 你是不是真的以为你去吃饭了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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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公司 我已经饿了 不是 我会饿了 你这就公司了 你现在是站在制作旅行堂的 你是不是以为你到了餐厅 你以为他的计约好 你到了餐厅也不是跟我看 就真的饿了 没有 他一点的是便当是冷的 通知一下持续 这问题在这里 有些这个制作单位 不能算制作单位 应该是导演 被捧罐了 被骄傲罐了 一点放饭的时候对不对 大家就吃冷便当了 能怎么样 他不是 他是吃外当劳 然后薯条还是热的 你就会信任不平衡 这个制片组真的是大小眼 你就干掉导演吗 总哥直接去骂 谁讲出来 不行 骂导演 我们就不好意思嘛 这个怎么可以 你不是谁都可以 不行 为什么你有麦当劳 我都在讲话 对 如果要骂的话 应该是骂自便 把他托 为什么导演吃麦当劳 而且是热的 我们吃冷便当 你直接呛导演 导演会傻眼 可是我也知道 导演今天会有麦当劳吃 肯定是导演讲的 制片 过来弄麦当劳给我吃 制片一定传给他 对 有时候气就气在这里 我觉得像那些饿不得的人 我觉得他们有些是真的 让你觉得很恼火 怎么样 有什么问题吗 不是 我跟你讲 谁不会饿 但是要懂的就是 控制你自己的情绪 对不对 我之前 我跟我男朋友去吃饭 我男朋友是属于那种 不是现在这个 之前的那个 他是属于非常非常饿不得的人 就有一次他生日 我要请他吃好一点的 对 所以我就带他去吃 比较高级的那种牛排餐厅 对吧 但你知道 那种餐厅就是 你可能先点好菜之后 他就开始一道一道上 他会先给你个面包 面包我配奶油嘛 对 然后我奶油就看到 他知道我们有点羊菇嘛 他就说 为什么只来面包 羊菇呢 他觉得羊菇 应该要跟面包一起吃 配在一起 对 但西餐厅不就是这样吗 他就是先给你面包 你先慢慢吃 吃完以后 可能Mayby再上汤 上了汤 所以有Mayby开胃菜 羊菇来 一道一道 他清楚地知道 我们点了羊菇 我们点了牛排 我们点了汤 他只是要一起上 对 他就看起来讲说 为什么 怎么现在只来这个呢 羊菇呢 他在那边摸摸 那你叫他应该 大家去吃自如餐就好了 对 但是 夜市土牛排都一起上来 你叫大家吃那个就好了 但是他生日 我也想要就是吃好吃一点 然后我们拍照也漂亮 他就是垃圾嘴 他只能垃圾嘴 他只能垃圾嘴 垃圾嘴 真的 我们平常呢 我们可能一起去吃 可能外面吃的东西 一上菜 你知道女生现在嘛 就是你知道社交软体 非常的风靡嘛 拍照 对 好看的 我也想跟大家分享 自如机先吃 她又在那边觉得说 够了没 够了没 我可以吃了吗 又拉上嘴了 对 因为在那边 我们就去想 你等我一下下 拜托 你拍照一定拍很久 对 还好大概十张取一张 十张 这个我也不能接受 天啊 十张 没有 要快十张 他还是那个时刻都没了 真的 但是 但是我觉得若是说 你是我男朋友 你可以体谅我嘛 你贴心一点点嘛 如果你男朋友是赵哥的话 很厉害 我跟你讲 我的话应该可以多拍几张吧 你可以 你可以 大牛小 我就是表情 我可以吧 应该是会忍耐一下 因为 如果好的气氛 开心的吃完饭 晚上可以更开心 你如果再跟他 弄快弄凉了 回去晚上都练 哪有可憐 因为他当上满足的 不是食欲 是不是怪一种 要为后面倒想 看长途 对啦 我要讲虽然我有的时候拍照 真的是有点恶劣 可能拍比较久 但是 因为我知道我男朋友 是一个很容易饿的人 所以我跟你讲 我通常我包包里面 常常就会带一些小零食 对 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 很好吃 你赶快先吃吃看 拔辣干 对 而且它是软的 你那天不是才去抬 对啊 我跟妳讲我特地去团购 不要掉了 不要弄掉 大家都别再吃了 他会不会有点像那个 那个我们吃的那个 海鲜 那个地瓜 地瓜香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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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一样 好吃吧 那是很有名的 我特地团购 好黏喔 赵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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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喜欢吃干的 真的假的 这超好吃的 来 大家都有 好吃 然后呢 吃完这个呢 紧接着我要介绍这个 这个也很好吃 这韩国非常非常非常火红的 一个团购 对 蝴蝶饼嘛 对 黑巧克力的 黑巧克力的蝴蝶饼 这个蝴蝶可以 香 它全巧克力 而且它是那个黑巧克力 这个可以 但不会太苦 不会太甜 它上面刚好有标 那个%数 52% 就是刚好在苦甜苦甜的 那个阶段 这个呢是很方便 攜带之外 然后因为我觉得女生 真的有时候还是很喜欢 一些就是看起来 非常可爱的 然后除了男朋友 就看到可爱的东西 他也很 就是觉得 有没有那么生气的 所以你看 我要找到了这个 这也超可爱 超可爱的 这个是现在在流行的 那个马铃汤 好可爱 这个可以来 这个给你 然后还有这个 你会不会舍不得吃 那么可爱 对 你刚才就是看到 好可爱 难怪会拍照 要是我也拍的 这是那个 一整个 电源做这个东西 也就是希望你多拍照片 好可爱 好可爱 而且我们有电源最喜欢 我们也很不拍 然后很多餐厅现在都说 这是我问你上的考虑 有人要拍照吗 然后每个人都没有拍照 没有拍照 没有 没有 他们就识了 话说这个怎么 是不是有点色情 哪里色情 那是爱心 如果是这样 这是这样拿的 真的是 我其实要讲的是说 我自己的状况是 我们刚刚讲欲望的那个 先后顺序 有人是吃的欲望摆前面 我自己对美的欲望摆前面 所以我到那种日本这些地方 我会先排很多观光景点 所以我之前跟女朋友 去日本玩的时候 就我们一整天排那个行程 你有女朋友吗 他有 他有 那谁孙你有老星欢的呢 谁孙你有老星欢的 你也有 我们都幸福 不要再互相伤害了 OK 所以 其实那时候跟女朋友 去日本玩 我自己是很喜欢去逛一些 观光景点的人 有各种地方 那时候我们去排了一个景点 是去看那个日本的天皇古墳 一整天的行程 几乎就在那古墳的周围 走走走走走 走到四五点 想说肚子饿了 晚上想说 在附近可能会有商家吧 没有商家 那我们没有餐厅怎么办呢 搭着电车 回到饭店附近的餐厅 再去吃 那时候回去也是八九点 日本八九点 也差不多 关的差不多了 对 虽然市区也剩下居酒屋什么的 那我就特别找到一间说 好像蛮好吃的那种炸牛排 好 我们过去 上去吃 上菜之后 他咬第一口 就哭出来 不是好吃到哭 他说好难吃 我就问他怎么了 他就忙了一整天 我陪你走一整天 你没有给我安排 一个好吃的东西 我吃下去这是什么 这面又糊又烂 牛排又老吃起来很难看 然后整个人就是崩溃了状态 会 你肚子饿的时候 又吃到哪些东西 没错 所以我后来隔天 我隔天就 他竟然会生气 我就安排了一个 完全没有任何行程的一天 就我们走到哪里 想到哪里逛哪里 所以买鲜辈吃 买团子吃 然后买任何东西就是 肚子饿就吃东西 看到什么就吃什么 对 看到什么吃什么 晚上我们就来到那个 东京有一个点叫月岛 月岛站 那就是文字烧的发源的地方 然后我想说 这边听说好像是文字烧很有名 随便看哪一间间 就进去吃吧 也没茶我就不看Google评论 没茶就直接进去吃 然后吃第一口 他又哭 又哭 他这次哭是觉得很感动 太好吃了 他终于吃到了 他说今天虽然没有什么行程 没有看什么东西 但我觉得今天是 我们出去玩 玩最开心的一次 就是随便找一间餐厅 他反而肚子饿的情绪被弥补之后 他当下是感动 今天晚上开战吧 让你永远选这边 今晚开战吧 让你总是非成战 新型态互动式综艺 快快来订阅按下小铃铛喔 小铃铛喔 小铃铛喔 哈哈哈哈 公开战